从前昆昆在河边捡到了一个瓶子 打开后里面出现了一只美丽的精灵 精灵对昆昆说 恭喜你小姑娘 我是一只善良的精灵 为了感谢你帮我从瓶子里面救出来 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 昆昆听到后非常高兴 他想起来父母对他非常不好 平时父母吃的是荔枝加油饼 昆昆吃的却是垃圾桶里的虾头 昆昆对此非常生气 要是他们全都消失就好了 精灵一听 哎呀这真是一个好愿望 于是便答应了 精灵走后昆昆高兴的回到家里 结果一进门就看到他爸妈竟然还在 昆昆非常生气 他认为精灵欺骗了自己 好你个精灵竟然骗我 直到有一天昆昆在河边拉屎的时候 不小心把精灵拉了上来 精灵一看是昆昆来了 连忙问他愿望实现的怎么样 好你个精灵竟然骗我 我爸妈现在就在家里面 他们根本没消失 精灵听完后很是疑惑 不可能我已经帮你实现愿望了 这时昆昆好像想到了什么 立马哭了出来 你能不能收回我的愿望 大精灵说一切都太晚了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